上午好,欢迎学习GRC303风险管理实用做法 我叫Bruce Jones,是科达公司的全球IT安全风险与合规性经理 我今天的演示计划是首先从高级层面概括介绍一下 什么是风险管理,以便我们都掌握同样的背景知识 然后我将进入本演示的实质内容 概述我们科达公司采取的风险管理做法 我们称之为通用风险管理架构 然后我将展示一种我们将此框架应用到一个风险控制板的做法 利用控制板,您可以向高层管理人员通报信息和做出预算决策 最后,我将用几句结束语作为对本演示的总结 今天的演示目标是向您介绍风险管理基本知识 让您了解采用一个通用框架的好处 使用此框架,您不仅可以与IT部门进行内部信息交流 而且最重要的是,您可以向业务部门通报信息 有了通用框架作为交流工具 您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实现风险管理上的一致性 并赢得业务部门信任 最后,我将介绍如何下载框架上的模板 您可以将这些模板带走,立即在您的公司内应用 现在,我向大家介绍一点风险管理背景知识 风险的定义是任何会削弱企业实现组织目标 或既定目标之能力的事件 风险管理是这样一个过程 确定您公司可接受的风险级别 然后执行评估并确定您当前的风险级别 然后,如有必要,采取步骤将风险降低到可接受的级别 最后,是随着时间推移 维持在此风险级别或继续降低风险 我将具体谈一谈风险管理 以及您应该如何利用此计划来衡量您的风险 并承报给管理层,以便他们了解当前的风险级别 然后,随着时间推移 使用此计划来跟踪您的风险级别 看它是在下降还是在上升 首先,在制定风险管理计划时,切记几个要点 第一个要点是让风险管理与业务目标保持一致 您使用的术语一定要让业务部门能够理解 尽可能避免使用IT技术术语 而要讲业务部门能够理解的话 例子有收入损失、客户影响、员工影响、品牌形象受损、媒体关注之类的 第二个要点是,制定的计划应该能够促进业务和IT部门之间的讨论 在所有讨论中,使用通用术语表实际上就是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媒体 它有助于救风险展开协作性讨论 有助于业务部门了解它们存在的风险 也有助于IT部门理解业务目标 以及这些风险对业务目标的影响 下一个要点是制定一个通用沟通框架 关于这一点,我已谈了不少 通用方法体系和通用术语表将为您带来莫大的帮助 让您可以培养业务部门对您的信任 并为您的所有讨论提供一个框架 然后,在您与业务部门的所有会议和讨论中 使用通用风险框架 以便随着时间推移培养它们的信任感 最后一点可能是最重要的 那就是保持一致性 随着时间推移,坚持使用同一种方法 有一种神奇的作用 有助于培养与业务部门之间的信任关系 并提升您的总体风险管理计划的可信度 在谈论风险时 必须要知道有多种不同类型的风险 在与业务部门沟通时 要确保您知道您在谈论的是哪一类的风险 在此处,我提供了一个事例 目的是让您了解一下 在公司谈论它们的总体风险治理计划时 会涉及到哪些不同类型的风险 例子有战略风险 应对经济性问题 资源分配 计划类型问题 还有运营风险 本眼是主要讨论IT安全和运营风险 另外还有人员方面的风险 合规性风险 财务风险 以及一系列无形风险 这不是一个完整列表 只是列举了管理层会谈到的一些不同类型的风险 在谈论您的特定风险时 要做到心中有数 知道它们属于哪一类别 在描述风险时 目标是使用一个结构完善的风险陈述 以便让每个人都能理解 为做到这一点 风险陈述中需要包括几个组成部分 第一个是对业务的影响 如果风险果真发生 会有什么样的财务影响或业务影响 为描述风险 您需要说到风险的范围 将要受到影响的资产的数量及类型 风险将影响到的特定数据 最后还要说到业务失去保护的时间 在谈论风险时 或许这是最重要的一项 业务部门希望知道 这是否是一种现实状况 这对我们的业务或既定目标将有何影响 所以我们会谈到财务影响 品牌形象损失影响 对客户的影响等等 风险的另一个方面是豁然率 我喜欢称之为可能性 我们将不进行正式的豁然率计算 我们将看可能性 在考察一项风险时 很难通过一种数学公式计算出豁然率 这不像置头子时判断 每至一次都置出六点的概率是多大 风险判断与此稍有不同 我们要讨论的 使风险变为现实的可能性 在讨论可能性时 我们讨论的是 风险实际发生的可能性有多大 此时我们要看一系列不同的因素 如屹立用性 漏洞或弱点的知晓范围 以及一系列其他因素 我们还要谈到哪些类型的减轻因素 可降低风险变为现实的可能性 把所有这些综合起来 您就拟定了一个结构完善的风险陈述 可在相关讨论中使用 科达公司的风险管理过程 基于一种三层方案 我们使用这些层来确定修补措施的关键程度 以及需要哪一级别的管理层批准 它结合使用两种不同的工具 来帮助确定可能性 和我们马上要讲到的业务影响 在最低一级是第三层风险 这些一般是业务部门可接受的风险 它们发生的可能性较低 而且对业务的影响级别也较低 第二层风险是您需要观察 并了解其发展方向的风险 而且通常您需要将它们降低到第三层 或将其消除 第一层风险是最高级别的风险 您希望它们永远也不要在您的环境中发生 如果遇到第一层风险 您需要立即召集相关人员 并尽快制定减轻措施 以将它们降低到第二或第三层 然后随着时间推移 基本上消除它们 我前面说过 我们还要将风险级别 对应到适当的管理层批准 第三层风险是最低一级的风险 您不应每次都将此类风险 上报给高级副总裁 让他们审查并接受这些风险 而对于第一层风险 则不应让一位部门领导批准 说某第一层风险是公司可接受的 因为这些风险会给公司带来巨大的财务影响 它们确实需要提交给高级清理 公司官员审查 而且您的风险减轻计划 也需要经过它们的批准 我们使用两种不同的工具来确定可能性及业务影响 此时确实需要一种切合实际的做法 这有助于优化您的行动方案 让您可以快速评估业务影响及风险霍然率 有一个框架可用于确定霍然率 以及风险发生可能性 并有另外一个框架用于确定业务影响 对其中每一个框架的讨论都划分为几个主题领域 然后在每一个主题领域中 有一系列级别从0到10的陈述 级别时有最大的影响或者最大的可能性 级别0最低 在浏览这些陈述的过程中 您可以标出适合于特定情形的陈述 然后在完成时 根据您所做回答的分布情况为其定分 分数为0到10 这里的目标并不是获得确切数字 我们的目标是确定适当的风险层级 因为接下来它可以确定您的补救工作 批准级别以及所需的补救速度 所以以般而言 如果它是一种位于分界线上的风险 比如说它在第二层中 但靠近第一层 我们将把它向上提 作为第一层风险来对待它 我说过 我们的目标是大致正确就行 重点不是为了获得确切数字 这是我们一直在使用的 豁然率评估工具 您可以看到 这里有五个主题领域 前两栏用于确定 它是一种基于代码的攻击 还是一种由人操作的威胁 后一种情况 实际就是某人恶意利用某一漏洞 进入到您的系统中 下一栏用于确定吸引力 不仅确定入侵者将访问的数据类型 和让他们非法利用此数据的诱惑力有多大 还确定此类非法利用的难易程度 以及是连小孩都能轻松进入 还是非常复杂 再下一栏用于确定漏洞的可利用性 或者漏洞的知晓范围 以及人们找到它的轻松程度 最后一栏用于确定 是否有某些类型的减轻措施 可降低风险发生的可能性 我前面说过 在浏览这些陈述的过程中 您可以标出适合于特定风险的陈述 然后退一步观看 并给它定分 在此例中 我给它定分为4 稍后您将看到 我将它定为4分的理由 下面我们来看业务影响评估 它跟上一个工具非常相似 这里多了几个主题领域 我们首先看前两个领域 受影响的基础架构 以及它是面向外部 还是面向内部的 以及多大一部分基础架构 处于风险之中 然后我们看 处于风险中的数据的类型 以及数据的可用性 或者可能发生的当机 下一个领域 用于确定 对员工和管理人员的影响 此数据是否会用于骚扰员工 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会因此而受到责备 所以在此我们确定的是 对内部人员的影响 下一个领域是财务风险 详细了解财务风险相当重要 但您可以看到 这里有一些范围相当大的区域 这些区域通常对应于 SAC、Sabanus Oxley 类型的财务评估 确定您是有明显的实质性漏洞 还是有较小的潜在漏洞 下一个领域用于确定品牌形象损失 我们要具体看一下会有哪些类型的媒体报道 媒体报道将是一件当地新闻 地区新闻 还是全球新闻 经报道后 品牌形象将受什么样的损失 最后一个领域针对合规性问题和法律问题 发生此事件是否会导致被起诉 发生此事件是否会导致我们违反某些管理法规要求 或是否让我们有了某些类型的内部审计发现 您需要做同样的事情 在浏览这些陈述的过程中 您可以标出适合于风险的陈述 然后退一步观看并给它定分 分数为0到10 在本例中 我定的分数是7 当您在图表中描绘可能性和业务影响时 图表中会自动显示这是一个第二层风险 但要记住 对于豁然率 我定的分数为4 在第4到第7区域 我们有一系列陈述 所以现在我将做一次敏感度分析 看一看如果我将豁然率移至第7区域会发生什么 我已将业务影响定在第7区域的高端 所以现在我要实验一下豁然率 您可以看到 即使将它移至第6区域 它仍将提升到第一层 所以在我审查风险评估时 我将把它提升到第一层风险 因为它在分界线上 而且在观察敏感度分析时 图表显示它可以在第一层和第二层之间的任何位置 所以我将它作为第一层风险对待 我马上就会为您提供用法实力 这是我们的IT控制版 我们每月一次在这里观察几个运营指标 例如被病毒感染的机器数量 有过期DAT文件的机器所占的百分比 多大比例的机器不符合我们的标准要求 发生了多少侵入事件 以及其他一系列典型运营指标 然后您将看到风险曲线 以及每类风险在图中的位置 下面我将稍微详细地谈谈这一点 其中的每一项衡量指标都是每月收集一次 然后汇出趋势图 在此我们应用了统计性流程控制表 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独一无二的 我们将每一个衡量指标作为一个统计流程 假定它有一定的正常变动量 然后我们考察特殊原因造成的变动 以及这些衡量指标的统计趋势 以便我们可以确定事件的发生可能性 并能够通过趋势分析 看出风险的长期发展方向 在做这一工作时 我们使用豁然率和业务影响评估工作表 然后我们还使用统计流程控制工作表 得出可能性 这里的关键是 如果单个衡量指标 超出了我们的统计流程控制图表上的控制上限 我们将运用其他一些6Sγ工具 例如根源分析 来了解我们的流程中 为何会存在被认为是非正常变动的东西 导致某一特殊原因 使该指标超出控制上限 只要它在控制上限和下限之间 而且我们看不到任何正在形成的趋势 我们就可以认为它是一个绿色指标 而且一切都在正常状态 总之 此控制板是与管理层讨论当前风险状态的关键工具 它是一个优秀的沟通工具 我见到过的多数经理都喜欢此一览式视图 在此视图中 他们可以观察图表 并立即判断出当前状态是可接受的 还是发生了某种超出控制范围或需要注意的情形 此控制板还是一个可帮助做出预算决策的关键工具 在您随着时间推移观察风险的过程中 您会看到发展趋势 比如说看到了上升趋势 您就可以使用此信息与管理层沟通 说明您为什么需要投资某种新技术 或经过增强的技术 以将此趋势降下来 然后还有一项真正独特的优势 那就是在实施此技术后 您可以通过统计流程控制图表来表明 作为技术实施的结果 风险开始在统计上呈现下降趋势 举例来说 您的代理服务器已过时 您只能阻塞要封堵的网站中的50% 原因是这些代理服务器跟不上网络流量的增加 如果我们执行一次代理服务器升级 现在可以100%封堵这些网站了 我们就会看到每月病毒数量的统计变化 而且事实上 这一情形是我们的一次亲身经历 而且在实施了新的代理服务器后 我们从统计学上看到风险显著下降 在此后几个月的监视中 我们看到我们真正降低了风险模型 并因此更改了我们的控制上限和下限 以反映新变化 以及我们当前风险趋势模型中的正常变动量 这里我要提到的另一个要点是 在刚开始时 您要尽可能找一些易于收集的衡量指标 有些风险衡量指标非常难以收集 不要从这些指标下手 从您已经在收集信息的指标开始 人们可以很轻松地为您提供这些衡量指标 对我们来说 制作风险控制板 总共约需一个半小时的工作量 每个人都必须向我提供衡量指标 并出具图表 所以要寻找那些您已经拥有 而且大家容易获得的衡量指标 最后一点 要使用6SIG码工具 来帮助您执行分析 我不准备详细介绍如何分析统计流程控制图表 也不介绍什么是6SIG码工具 网上核维基百科中 有大量不错的相关参考信息 您可以自己去寻找此类信息 作为总结 我要求大家在制定IT风险管理计划时 要以业务为中心 而不是以IT为中心 与业务部门协作 让所有关键的利益相关方参与进来 让风险管理计划 使用业务部门能够理解的沟通 制定一个通用流程和数语表 以减化您的风险管理流程 重点是正确地确定风险所属的层级 而不是获得确切数字 并使用层级信息来确定您的行动 补救措施 必须的批准级别 以及采取补救措施的速度 我要说的最后一点 是我提供了两种不同的工具 供您下载 如果您到RSA会议网站上 找到您的个人计划程序 搜索GRC303 您将可以看到完整版PowerPoint演示稿 一小时PowerPoint演示稿 和两个Excel电子表格 它们包含了今天我演示的内容 并可以看到另一个展示如何进行风险评估 文档记录并获得批准的视力 如果您想对其进行某种增强 或者有什么疑问 请随时联系我 这里提供了我的电子邮件地址 非常感谢大家